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所以我们两个在做菜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默契十足 十年前的画面你会害怕看吗 不会 我很期待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秋香老师 要教大家做这一道呢 跟建脑有关 也可以预防记忆力退化吗 对 这个银杏可以帮助记忆力退化 那百合呢 不是 帮助预防记忆力退化 对 对 预防了 对 现在预防重疑治疗 对啊 当然 秋香老师居然说 他拿牛旁来按摩耶 我真的是难以想象 你怎么会拿牛旁来按摩 因为我们在 怎么会按摩 像我们一般就是说 你都很少运动的人 你会整个颈尖会僵硬 那个脊椎的两旁 那个肌肉都会很硬 对不对 那牛旁呢 像我在家里 我一次买都是四根 那四根呢 一定是煮不完 这一种呢 你就这样子敲 它弹性超好 而且你一根呢 可以敲半个月 28块钱可以敲半个月 都不会坏掉 那你的整个的肌肉 就松弛掉了 就真的蛮舒服的 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我还记得 一根敲半个月都不会坏掉 是 因为你刚买的时候 它会比较硬 可是你叫到后来 它的弹性会比较软一点 我以为这是爱的小手 不是 因为我们自己 这个等于是不求人嘛 像我们这样子打的话 真的很舒服 你怎么发现呢 我可以换位置吗 其实这个我怎么发现 就是因为有一天 为什么我一次会买四根 那时候是四根一百块 好 为了抢便宜 不是 因为你在那边 你就找零钱就很难拿 今天一根二十块 对 今天一根二十块 是 那你就是敲的那一根 你就不要再拿清楚了 就是留着一直敲 我以为你是敲软了之后 再也比较好消了 没有 因为它其实水分 如果说你晃久了 水分流失的话 其实那个牛蒡会变 切会比较粗 会不好吃 所以你就留一根 二十五块你可以敲一个礼拜 顺便也告诉大家吧 像这个季节牛蒡也很好吃 怎么挑啊 其实我们牛蒡要挑比较新鲜的 像这一根其实就还OK 其实我们的这个头的部分 如果说它是干掉的话 这个蒂头的部分 它干掉的话 整个会有纤维纸跑出来的时候 就是已经太老了 就不要挑了 还有如果这边扁掉了 黑掉了也不要挑 因为这个它整个就是 水分流失的话 这一节的纤维就很粗 不好吃 但是如果是纤维化的话 我们后面的这一边 拿来炒在前面煮它 其实会让你的汤头变得很鲜甜 我们今天讲说打造黄金免疫力 那牛蒡有这样子的好处吗 有 其实牛蒡最主要它的膳食纤维 它是来自于它的寡糖的成分 这个寡糖其实最近这几年 一直被研究是对肠胃道的帮助 是非常好的 就是帮助排便预防大肠癌的部分 又让你的有益菌可以待久一点 但是它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是比较有一点像根筋类的蔬菜 所以它相对它的热量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用它的时候其实不要把它当成蔬菜这样无限量的吃 还是要控制大概餐大概一碗左右这样子 我刚刚邱小师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它煮汤 就如果你今天是煮蔬菜汤的话 如果你用牛蒡你煮出来会有一点 会有那种类似像排骨汤的味道 甜甜的 甘甜的味道 其实我那时候会喜欢牛蒡是因为我的老师张布陶医师 他虽然已经找了好 但是他给我很多就是钥匙铜饮的一个概念 那他就一直推崇就是牛蒡还有棉藕 就是一个血液的青稻糊 对 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自己拿来当一个食品的对象 是 我们家常常吃 几乎一个礼拜会有两次以上 所以十年来就像老师喜欢牛蒡 数十年如一日都没有变 那以前录Live你会不会很紧张 因为这那个火候我们还没有瓦斯炉 现在我们是有瓦斯的 瓦斯炉 以前是用类似电磁炉那种 对 是 看不到那个火是多大的 那后来当然有换了一个那个 像那个就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火力 可是呢 真的很难控制 因为瓦斯炉跟那种电磁炉跟那个电炉的话 它其实瓦斯炉是最好用的 因为它的火力是最快的 那真的是很紧张 就比如说你可能要五分钟以后煮好这个 五分钟它还没滚 可是我们每次都很顺利啊 对 还有几分钟几分钟 我们表面上虽然很冷静 可是心里其实好着急 真的 是 孙医师呢 十年来你印象最深的 我最深的就是 每次我到那个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文莱 演讲 那时候很多 大概都千八百人 然后每个都会说 孙医师我在健康2.0看到这个这个这个那个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 这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牵手牵眼嘛 真的 需要把这个理念传播 你看这媒体的传播 无远佛界 感觉我们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好上都亮了起来 行菩萨道 而且在东南亚 他们很喜欢看台湾的电视 特别健康 尤其我们整个台湾的养生的概念 还有这方面的层次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们在这方面 不敢说学习 但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收获 孙医师他真的是行菩萨道 他一直在讲调节免疫力 因为免疫力是给我们抵抗所有疾病 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基础 而且他提过说 免疫力好的话 85%的疾病都可以被治愈 来看这十年来的孙医师 是手这样张开 然后拖着这个向导 这个很像小朋友小女生这样子 你不要吃我豆腐了 所以你一边坐 你口水会比较多 有时候你还会排气 上面会打嗝 几下排气 这个是好事情 甚至有的人坐坐坐 他比较有泪水会容易出来 那这个都是好事情 三个系统都会互相有影响 神经 免疫 内分泌息息相关 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均衡 那么一般人都说增强免疫力 其实不太对 你低的当然要拉高 但是你太高不平衡 反而会有问题 一定要缓和下来 所以应该讲 都没有变耶 还是一样 而且连衣服都没变 有 有 有 那个是唐装 这个中山装不一样 您看64岁跟54岁 其实差距没那么大 跟他这个20跟30差很大 你干嘛把别人也脱下水 所以呢 所以是你在这个 告诉大家调节免疫力 有没有发现大家 这个不是一直的在说增强 而是比较知道 那个平衡的概念 对 因为以前 大家对免疫比较没有概念 后来知道 免疫跟人的抵抗力 是一个主轴 然后后来又发现 这个日常生活 还有吃的东西 都会影响到这个免疫 对 最重要就是2.0 这个首开先河 而且DIY很重要 对 他可以在家里面 吃东西怎么注意 没错 他可以运动一下 睡眠 他茶饮怎么用 穴位如何自己按 经过怎么锻炼 甚至还可以歌唱养生 待会要来考考试 今天很难混 今天大家任务都还蛮艰巨的 那么调节免疫力 孙医师还有一绝 就是看舌头 舌疹 所以现在观众朋友 也可以看一下 帮自己的家人 或者自己看一下 舌头上面 到底显示出什么样的问题 您看第一个就是 你看这个舌头 第一个它很苍白 有没有看到 第二个 它舌头伸出来 它歪到一边 歪到一边 因为我们这个舌头 是第12对脑神经控制 你直的伸出来 如果歪到左边 就右边的第12对脑神经 有问题 你马上看 可是第12对脑神经 到底影响我们的是什么 你这个舌头 你看你第12对要伸出来 这要直的 对 第12对我们有12对脑神经 第12对就是控制这个舌头 要直直的 它如果歪到左边 就右边的 右边的有问题 这边的有问题 它可能脑的循环 它可能脑压 它可能这边会痛怎么样的 或它以前受伤过 它如果越歪越歪越歪 我们就担心中风 那另外您看它这个整个的 就是苍白 对 它就有相当的贫血 而且表面呢 它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乳头 有点光秃秃的 然后你再看底下那个更清楚 底下 它光秃秃的更明显 你说这一个啊 对对对 舌头光秃秃的更明显 而且看起来好红 对对 好红 那100个呢 在过去我们研究27个 它有不正常胃的免疫的抗体 叫自体免疫的胃炎 胃方面有问题 对对 它会反映在舌头上面 因为这个是胃癌的危险因子 这个是基因控制的 先天的 胃癌的危险因子有两个 先天的就是胃的体壁细胞抗体 正常人是没有 那么后天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所以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到 光秃秃的 它不但是舌头光秃秃 一直到食道胃 你如果做胃镜做食道镜 都光秃秃的 OK 那么另外您看上面这个 上面那个 这个 好 你可以看出来 那个血管静脉有曲张 而且有很多的淤点 这个是它的心脏血管循环不好 可能它有的血压高 有的血压低 甚至有很多淤点 我们叫血淤症 它的微循环很差很差 等一下 淤点是这个吗 红红的 这个叫淤点 对 原来舌头也会触刹 对 真的有点像触刹 这个舌疹非常重要 对中医 对西医都很重要 最后您看这个 它最后一个 它的那个年末 颊测有很多溃烂 我们就问它 你自己会不会好 它有的如果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会好 那个就比较单纯 叫复发性口腔溃疡 它睡不好压力大 甚至女性生理期 它就恶化 对 那如果说是 有绿国性病毒感染 它会有水泡 水泡一重一重的 水泡破掉 一般的十天 两个礼拜就会好 所以就会问它 另外我们会用手摸一下 看有没有硬快硬结 如果有硬快硬结 我们就会担心 有没有癌病 癌前病变 天哪 对 这个口腔的溃烂 百八十种 那么这个就是舌疹 有一个好处就是 每一个人照镜子 一看就知道 大家看了舌头之后 现在有一些警讯了 那么广告中 我们继续告诉大家 如何打造黄金免疫力 今天是十周年的特别节目 所以我们所有的方法 都是要升级的 稍后回来 所以我们会打造更多的 在很正常资格上 我们下级的 導演 将说 似书的 这些